其实这位灵性女子她不胖哦 身高150几公分 体重50多公斤 真的不算胖 但是她为了追求更好的身材 差一点点送命了 医师特别提醒 像这位灵小姐所做的 胃肠绕道手术风险 真的很高 手术失败可能导致胃肠出血 皮上受损 腹部溃疡 这一定要经过大医院的诊断 让合格医师来执行 就算如此 术后可能还是会伴随贫血 神经病变 掉发 或者是骨质疏松的后遗症 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 只要是和幸福有关 这间小小的医美诊所 全部都办到好 抢检中的林小姐 就是看上这一点 但是动了手术 却差点送了性命 看在弟弟的眼中 真的很不值得 体重才不到60公斤 我们就觉得说 很意外 她怎么会做这手术 我们也不知道说 她的心态 有的人她要求几片 林小姐身高150几公分 体重不到60公斤 其实并不算胖 但是动用到肠胃道 绕道手术 真的有点夸张 BMI最早要37以上 或者BMI32 然后合并一些共病症 那这个时候才会建议 做外科手术 医师表示 除非是大医院 才有足够的经验 和麻醉技术 一般医美诊所风险较高 何况术后经常会因为 营养摄取不足 产生病变 甚至因为手术后遗症 出现许多感染及浓疮 风险会比一般减重手法 大了许多 真的爱美想减重 其实从内做起 多运动 节制饮食才是健康减重的 不二法门